暑假天气热翻了对不对 好很多人会和冰冰凉凉的果汁来消消暑 没想到这果汁的容器居然出问题 恐怕会致癌 而且遇到柳橙汁竟然就溶解 真的太恐怖了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何兆伟 带我们来了解 兆伟请说 好主播 苏华金风报台刚刚结束 就传出了这个装果汁的容器 竟然也出了问题 有民众呢 上个月22号到这个果汁店 买了五杯现打的柳橙汁 没想到20分钟之内呢 他就把这个杯盖融出了四个大洞 而塑胶碎屑就融在这个果汁里面 吓了这个民众 是赶快把它送去检查 结果发现呢 这个恐怖杯盖的材质呢 叫做聚本乙烯 遇到酸碱呢 或是过热 恐怕都会释出有毒的致癌物 叫做本乙烯 那这个制造这个恐怖杯盖的厂商呢 就是彰化陆港镇的这个益生塑胶公司 而他们生产这个恐怖杯盖呢 没有依照规定的印制回收的标章 也没有任何的编号标章 而公司呢 却是辨称说 原本呢 生产的杯盖大多都有标示 如果没有标示呢 可能是给商家的试用品 而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对这个本乙烯的这个认定呢 他是会对这个动物会确定 会导致癌症 对人类呢 也可能会致癌 如果民众呢 如果长期接触或是饮用的话呢 恐怕会导致肠胃道方面的癌症 也可能会损伤这个生殖能力 而新闻市卫生局呢 也这个提出了呼吁说 店家应该要立即停止使用 这种问题的杯盖 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呢 可以依照这个消保法来热令 立即停售 直到改善为止 以上讲完的最近状况 主播 真的要小心 这个饮料杯盖呢 有些是含有致癌物 如果长期使用 这个溶解致癌物质 恐怕会危害生殖能力 谢谢赵伟的连线报道